好,那么接下来的话我们要讲什么呢?我们接下来的话就是带大家来做一个什么呢?综合的例子啊。一个什么综合的例子呢?就是关于这个幻灯片的例子啊。就是幻灯片我们上次还没说的。呃,那么它结合了前面几乎所有的,应该是所有的一些知识点啊。做了一个例子啊。好,幻灯片的话,那么今天的话我也发给大家了。今天发给大家的文件里面有,是吧?有这个什么呢?呃,这个三观资源里面,这里面有个slider吧。 啊,这个幻灯片的话也就是我们首页的那个幻灯片啊。首页的这个幻灯片。这个幻灯片实际上这个,这个什么呢?这个介绍是已经写上去了啊。那么我们呢?大家来做一下这个幻灯片啊。那么这个幻灯片的话实际上怎么呢?就是我们在实际的应用中有很多插件,有很多线程的插件已经很好用了。实际上,你把它插件引入进来怎么样?可以直接用了。那么这个插件的话,我们后面会讲到移动端的, 这个幻灯片的时候会讲到啊。今天的话,我们来,结合我们学的这些知识,我们来自己来做这个幻灯片啊。来把它做出来啊。来把它做出来。好。这个幻灯片的话,那么实际上怎么样呢?它已经经历了好多代了啊。幻灯片的效果已经经历好多代了啊。那么我们今天讲的是最新的这种效果。 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家看一下这个幻灯片啊。每次怎么样,它只切换一瓶。比如说我这个是第一个幻灯片吧。去把这里看一下啊。比如说我切换到第四瓶的时候,是只切换一张啊。 那么之前的幻灯片是怎么样?你从第一张跑到第四张怎么样?它是前面的一二三是全部溜过去吧。是这样子啊。 那么现在最新一代的这个幻灯片是怎么样呢?每次只切换一张。不管你怎么跳,每次只切换一张啊。不管你怎么跳啊。每次只切换一张啊。 这是这个幻灯片,最新的幻灯片这个效果啊。就是不管怎么跳,每次只切换一张。好,这是关于这个幻灯片的这个效果啊。好,那么这个幻灯片的这个,它的这个原理是怎么样呢?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先说一下这个原理啊。原理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就是每次的话,就是我们是什么呢?把这几个幻灯片怎么样?全部的什么?全部的指,全部的给定位啊。全部给定位啊。 那么会说明这个原理呢?怎么样呢?我们还是来啊。就是演示一下这个原理啊。用这个Photoshop来演示一下,给大家讲清楚。这个幻灯片是怎么做的。好吧?好。这个先做一个图啊。做一个图。稍微花点时间。好,那么大家也复习一下这个Photoshop的操作吧。 好,这个太小了啊。新建一个。新建一个相当大一点的啊。比如说是1280乘768的啊。这么大的一个。 啊。760乘768。啊。稍微大一点啊。好,这样一个,然后比如说这里有个幻灯片,假如说这么大,是吧?这么大的一个幻灯片啊。好,现在是把它做小一点嘛。做小一点呢?好看一点啊。好,假如说这么大的一个幻灯片。 这么大的一个幻灯片啊。本来填充一下啊。假如说是填充一个红色吧。编辑啊。填充一个红色吧。编辑啊。填充一个红色啊。编辑啊。填充一个红色啊。然后的话我把这个什么呢?这个描编一下啊。编辑,描编,然后是G1,两个像素啊。 好,然后这个是。好,这是一个框,框里面这个幻灯片是吧?这个幻灯片啊。好,把这个幻灯片的话我给它编个号吧。比如说这个是第一个幻灯片是吧?好,第一个幻灯片啊。第一个啊,把它放大一点嘛。 好,这是第一个。是吧?第一个啊,第一个啊,第一个的话我把它再复制一下啊。这个的话再。 好,这是第一个是吧?第一个啊。第一个的话我把它再复制一下啊。这个的话再。 这是第二个 然后把这个换个颜色 换个颜色 红色 这是第三个 第三个的话我来个绿色 来个绿的 第四个来个紫色 这几个的话我做了这几个换颜片 做了这几个换颜片之后要怎么做呢 比如说我这个的话把它来合并组 好这几个换颜片做好了 这个换颜片做好了我们来怎么做呢 原理是这样子的 就是首先是 首先怎么样呢 把其他的啊 这是第四个啊 第四个然后是第三个 然后第二个 什么意思呢 这么一开始的话怎么样呢 我们这几个都是定位的 把这几个颜色全部定位啊 一开始的话第一个换颜片是什么呢 是放到这里的啊 那么剩下的这三个换颜片啊 剩下的三个换颜片 比如说是第二个 这是第二个啊 第二个 这是第一个吧 这命名对第一个啊 这是第三个是吧 这是第三个 然后这个是第四个 好 那么怎么说呢啊 第一个我们就放在这个换颜片的位置上啊 第一个就放在换颜片的位置上 然后二三四的啊 全部放在右边去 比如说这个是第四个吧 这是第三个是吧 第二个啊 全部放在右边去啊 全部放在右边去 这样子的 好 这样子啊 好 然后的话我们切换怎么切呢 这么切是吧 假如说我想从第一个切换到第二个 怎么切换的 那么就是第一个怎么样 第一个跑到左边去吧 第一个跑到左边去啊 然后切换到第二个是吧 第二个跑过来吧 是吧 第二个跑过来啊 这是第二个跑过来啊 第二个是不是跑过来啊 好 这样是不是切换了一张啊 好 那么这个切换呢 还没那么简单 就是说第二个在右边吧 他跑过来啊 那么不管他在不在右边 我怎么样 我先把第二个先放到右边去啊 先把第二个放到右边去 不管他在不在右边 反正我就要做这件事情 我就把第二个先放到右边去 明白没有 然后再让他过来啊 不管他在不在右边 如果在右边就好 不在右边 我就把它放到右边去 是吧 这是第二个吧 是不是第二个切换过来了啊 好 那么的话 第二个切换到第四个 第二个跑到第四个怎么样 那么第二个怎么样 是不是过去了 第二个过去了 那么第四个过来了吧 第四个过来了之后 我不管第四个在不在右边 我先把它放到右边去 明白没有 他一看是在右边的是吧 那么我是房子后面的 顺序是不打乱的 不管他在不在右边 我先把它放到右边去 然后再把它怎么样 拿过来吧 好 假如说这个时候啊 我从第四个切换到第三个 是吧 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切 第三个不是应该是从右边过来 应该是从左边过来吧 因为是什么 三比四是不小啊 是这样的 那么这个时候就 就起到这个作用了 就是说 一开始的话 我把要过来的这个东西的话 把它放对位置 然后再让它过来 这个放的过程是什么呢 是瞬间放的 比如说这第三个 我瞬间的把它放到这边去 明白没有 是吧 瞬间把它放到这边去之后 然后再切换 再怎么切 就是怎么样 第四个什么 过去吧 第四个过去怎么样 第三个从这里过来吧 是不是这样的啊 这样是不是就行了 就是每次的话 我在运动之前 我先瞬间调一下位置 把他们这个位置摆对了 然后再过来 这就没问题了 是吧 是不是每次只切一个 每次只用切一个就行了 是吧 反正它要 要么在左边 要么在右边 我切的时候 把它摆对位置就可以了 啊 是这样子 好 这就是它的原理 就是它基本的原理啊 就是它这个幻灯片 基本原理啊 这个原理我们清楚之后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啊 看一下我们这个幻灯片 看一下我们这个幻灯片啊 那么大家的话 把这个把这个东西可以放到我们的什么呢 呃 好 把这个可以放到我们的文件夹里面来啊 放到我们的文件夹里面 比如说这个是外部啊 把它放过来 slider 好 这个是16天啊 好 然后的话 我们把它拿过来 桌面啊 这个是 好 这个slider换进来之后 它是怎么做的呢 它是什么呢 这是这个首页 是吧 首页的话 那么它的幻灯片在哪里呢 它的幻灯片在这里啊 这个slider 看到没有 这个slider吧 slider 然后的话 这里面什么呢 这是它的结构啊 几个幻灯片的结构在这里了啊 然后它的gls写在哪里呢 它的gls是用了一个外链的gls啊 这里面啊 有个slider.gls 看到没有 是不是已经写好了啊 这个gls已经写好了啊 好 那么今天呢 我们来 来自己写一下这个gls啊 自己写下这个gls 好 那么怎么写呢 就是我们来看一下啊 首先的话 我们怎么来新建一个这个gls文件啊 所以说我们怎么做呢 我们可以怎么样 它不是链进了这个slider.gls吗 是吧 好 我们把这个改成slider2 是吧 slider2.gls啊 然后的话 怎么样呢 我们自己 然后在旁边写一个它类似的啊 写一个跟它一样的啊 好 我们来 假如再来新建一个 然后这个是什么呢 slider slider2.gls吧 把它存一下啊 把它存一下 好 那么的话 我们用的是slider2吧 是吧 slider2啊 我们就不用它原来的 我们自己来写一个 是吧 好 那么这个时候用这个slider2.gls之后 我们这个引进来之后 这个gls没有什么东西 是吧 没有什么东西之后 那么这个时候怎么样呢 这个页面是什么 是不动的吧 看见没有 拨认是不动的啊 拨认是没有的是吧 我们现在要让它动是吧 让它动 我们要写我们的gls啊 好 写我们的gls之后 那么来分析一下这个结构啊 刚刚我们已经说了 就是说什么呢 就是这几个什么 这几个li 刚开始是什么呢 这几个什么 第一个摆在屏幕上面吧 然后这四个什么 这四个是不是摆在什么 摆在右边呢 是不是这样的啊 然后一下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位置啊 看它的这个gls啊 看它的css 比如说这个css里面的哪一个呢 这个slider slider.list啊 然后找一下啊 找一下这个slider.list 这个slider.list就是这个什么呢 这个ul吧 好 这个ul的话 它的默认是position absolute 是吧 left0 top0 然后是宽度是760 就是说一个屏幕的宽是760 高是270 然后大家看一下 这里面的li 是不是怎么样 统一的样式啊 这里面li 是不是什么呢 所有的都摆在零和零的位置啊 就是所有的li都放在什么呢 左上角了吧 所以说它们是叠下在一起的 是不是这样的 叠在一起的啊 好 我们来看一下 默认的是这样子的 是吧 比如说默认这几个是叠在一起的 我们来看一下啊 检查一下 是吧 那么它默认是叠在一起的 看一下啊 比如说这第一个li 是吧 第一个li 看见没有 是不是在这个位置啊 这个位置啊 第二个li也在这个位置吧 是吧 好 我们可以把第一个藏起来 看一下啊 第一个藏起来 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 什么呢 写一个我们人为的 什么呢 人为的一个样式 比如说什么呢 Display 是吧 Display 然后Long 它都藏起来了 是吧 藏起来了啊 Display Display 这一样藏不起来 看一下啊 Li 默认这个地方的话 Li 这里写下啊 比如说这个是 好刷新一下啊 默认是显示这个鱼吧 是吧 这个鱼我看一下啊 比如说我把它藏起来啊 使大一点Display 那 这样子 这样子的话 看一下这个是不是可以藏起来啊 刷新一下 哎 这个藏不起来 这全重不够吗 装起鱼片 这个鱼是第四章是吧 哦 那我藏错了啊 鱼是第四章是吧 这个应该是这样子 就是说 默认的我们如果不给它追应 那个是这样的 是吧 默认的不给它追应 应该是什么呢 这个是排在最上面的吧 所以说我刚才藏的是最底下面一张 是吧 所以我刚才是遇到一个坑了 是吧 好 比如说我藏这一张 大家就清楚了啊 比如说第四章是吧 比如说我藏第四个Li 大家看清楚了啊 这是第四个是吧 好 我再把它藏起来 大家就清楚了啊 Display 然后Lang 等一下啊 好 Display Lang 是不是藏起来了是吧 这是这是什么呢 这应该是什么呢 第三章是吧 好 我把第三章又藏起来啊 Display Lang 是吧 第三章是吧 第三章啊 然后再这是第二章啊 第二章 好 这一章的话 我默认就把它藏起来了 是吧 这一章是什么 水果吧 好 所以说第一章是水果啊 第四章是鱼 大概是这样子的啊 然后默认的话怎么样 他们是不是都排在这个地方啊 默认都排在这个地方啊 默认都排在这个地方啊 默认都排在这个地方 所以说我们进来的时候要干嘛呢 首先进来的时候怎么样 要获取他们吧 获取完之后怎么样 把第一章排在这里 把其他三章排过去吧 把其他三章排过去啊 好 那我们进来的干嘛呢啊 好 那么我们来写我们的GS啊 写我们的GS 首先的话得保证怎么样 这个GS是引进来的吧 是不是引进来的 是吧 slider2点GS 现在首先得引进来啊 然后的话我们做什么呢 就做这个 首先来进来啊 进来的话 这个GS是不是头部引入了 头部引入 它要获取这个元素怎么办 我们写什么样 先同样的要写个ready吧 那么先写一个什么呢 翻个形吧 是吧 然后这是一个ready啊 好 这是一个ready啊 好 这是一个ready 写完之后怎么做呢 我们先把它获取到是吧 获取到哪个呢 就获取到这些LI吧 是吧 比如说这些LI是什么呢 sliderlist里面的LI吧 是吧 好 获取一下它啊 好 比如说画一个什么呢 $LI等于什么呢 $什么 这个slide list 是吧 slide list里面的LI吧 slide list里面的LI 好 slide list里面的 然后LI 是吧 LI 好 然后的话 我弹一下它的lens头部引入 多了list 多了LI它的lens 看一下获取成功没有 是吧 好 好这个获取完之后 然后再拿怎么样呢 刷新一下是吧 那是不是弹出一个字啊 这个获取成功了吧 获取成功了啊 一步步来做啊 好 那么首先的话 我要做什么呢 我要把第一个LI 不动 其他三个LI摆到右边去吧 把它放到右边去啊 那么放到右边去怎么呢 然后是多了什么呢 Li 然后是什么呢 这个写一个什么呢 这个 有一个Lot 这个地方应该是什么呢 EQ EQ 这个Lot应该这么写的啊 EQ0 好 这什么意思呢 看起来它是怎么写的啊 这个地方应该是这么写的啊 Lot first 这么写啊 Lot first 好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除了第一个啊 除了第一个 我看一下可不可以这么写啊 EQ0 Lot first Lot first 然后怎么样呢 就是让它这一三次 是吧 这一次怎么样 把它们全部放到右边去吧 把其他的几个L 全部放到右边去 那么就是Left 是吧 Left怎么样呢 就是 整体的这个宽度是760吧 是吧 760啊 好 760啊 这样子的 是吧 760啊 好 这一部写完之后怎么样呢 就是我们的什么 这个Li 其他三个Li 什么 全部放到右边去了 是吧 看一下 这个刷新一下啊 这个是不是第一张是水果啊 我们来看一下其他的三张 是吧 其他三张啊 好 这是第一个什么呢 第一个不动吧 其他三个看见没有 是不是 其他三个是不是都变成Left的760啊 是这样子的吧 好 那么这个写法 是吧 我们之前没讲过是吧 为什么有这个写法呢 那么大家如果想这个写法怎么样 可以查一下这个手册啊 这是他的一个什么呢 就是排除第一个吧 排除第一个 其他三个怎么样呢 给他一个样式 是吧 给他一个样式啊 好 这是关于这个 这个写法啊 好 这个写法完之后我们要干嘛呢 是吧 我们要干嘛啊 好 那么这个什么 布局布完呢 是吧 布局布完之后 我们还要做什么事情呢 那么这个地方还要说一下啊 下面这个点看见没有 是不是没有点啊 大家看一下 这个地方是不是没有点啊 为什么没有点呢 是这样子的啊 因为我们这个点是什么呢 按照这个幻灯片的个数来 动态的加的 是不是这样子啊 比如说你有三个 我就三个点 你有四个 我就四个点 是不是应该这样子啊 是吧 所以说的话 这个点是动态创建进去的啊 不是我们一开始就放进去的 就是说你这里面有几个幻灯片 我就怎么样 做几个点进去吧 做几个点进去啊 好 然后的话 我们做什么呢 就把这个点放进去啊 这几个点放进去之后 怎么样呢 我们可以这么做啊 那么的话 我们可以用一个变量存一下 比如说 挖一个什么呢 多了LEN啊 就等于这个什么呢 多了什么呢 多了这个 多了LI的LENSE 是吧 LI啊 多了LI它的LENSE 是吧 把这个什么 幻灯片的个数存下来 啊 存下来之后的话 然后我们还要获取这个 是吧 获取这个POINT 是吧 获取这个POINT的话 那么就是 多了POINT 是吧 POINT 就等于这个什么呢 呃 这个多了啊 然后是点什么呢 点这个POINT吧 点POINT啊 点POINT啊 把它获取到啊 获取完之后怎么 我们要做什么呢 就是要 把它里面的LI放进去吧 把LI放进去啊 好 LI放进去的话 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可以用循环来放吧 循环来放啊 循环放这些LI 是不是这样子啊 好 那么我们可以写简单一点啊 写一个简单的 比如说FOR是吧 可以写FOR循环啊 VAR什么 I等于零吧 I等于零啊 好 I小于这个什么呢 这个多了什么呢 多了 LEN是吧 多了LEN 就是一个数吧 是吧 就是一个数啊 然后怎么样呢 I++吧 然后要干嘛呢 这个时候怎么样呢 我要新创建一个什么呢 多了LI吧 比如说VAR一个什么呢 多了LI LI 那么 这个的话就是 跟大家区分一下吧 区分一下就是什么呢 6LI吧 多了6LI等于什么呢 多了什么呢 这个什么 就是我们现在要做节点操作吧 就是LI 是不是这样子啊 是不是这样子啊 多了LI啊 好 然后的话 嗯 要判断一下 判断什么呢 为什么要判断 大家来看一下啊 那么这个地方 我是第一个LI 应该加一个active吧 什么意思啊 就表示当前的 第一个LI是指示的第一频 是不是这样子啊 第一频啊 好 怎么判断呢 就是说 那么怎么写呢 就是 一辅什么呢 一辅这个什么呢 I 等于什么呢 等于零是吧 一辅I等于零 那么多了什么呢 多了6LI 怎么样呢 就add一个class吧 是不是这样子啊 这个是操作它的class name吧 然后操作一个active啊 active 是不是这样子啊 操作一个active是吧 好 那么的话 add一个active 那么再怎么样呢 其他的是不是进不来啊 其他的就不做这个操作吧 是吧 然后是什么呢 就是dollar什么呢 newLI啊 然后是appended to吧 appended to 是不是这样的啊 appended to 是吧 我怎么样 我这个LI放到它的里面去吧 是不是这样的啊 放到里面去啊 好 这样子 好 这样子之后 那么来看一下 是吧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什么呢 这个是不是做好了啊 刷新一下 是吧 那么这几个点是不是做好了啊 这几个点看见没有 是我动态放进来的吧 放进来的啊 好 那么这一步就是 相当于我们其实怎么样 把初始化做好了吧 初始化做好了啊 好 这是关于这个 首先 首先一个初始化我们做好了啊 好